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新桌封面聚焦的是雇员公积金局宣布 有意增设新的第三户头的建议 根据雇员公积金局首席策略员诺西珊瑚先透露 当局有计划进行户头重组 而新增的第三户头将允许会员无条件的提款应急 不过这个户头的利息会比现有的两个户头改得低 他向媒体指出计划中的第三户头 只会影响2010年或之后出生的人 然后这个户头也属于自动开启 公积金局将把会员存款的一小部分转移过来 如果不想使用这个户头 还需要自行将款项退回第一及第二的户头 有关计划预料最快也要两年后才落实 再来我们看每日新闻头条 近期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一系列 抱怨物价高涨的贴文 奇怪的是这些图文并茂的贴文 内容几乎大同小异 引起了通讯及数码部长法米的关注 法米在推特发文点出 这类以相同文案发帖的行为 被称为协同式造假行为 透过可疑账号来操作舆论的走向 违反了社媒条规 因此通讯及多媒体吻会已经对有关贴文的来源 展开调查 而中国报封面则关心 女佣中介公司出现害群之马 专派行迹恶劣的女佣给雇主 那这些女佣一进家门就耍性格不工作 还天天包电话粥 意思就是长时间再打电话 有的甚至晚起电话色情聊天和偷窃名酒 完全不把货主放在眼里 目前已经有至少28人中招 其中6名苦主向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申诉时说 最让他们气炸的是 当他们向中介公司退回问题女佣和要求退款时 对方却宣称公司已经破产了 导致他们损失总计高达10万零级 血本无归 接着我们来关注的是 申请获得相关部门执照之后 却转租牟利的阿里巴巴市寻租行为 估计已经导致我国的经济 面对占国内生产总值1%的损失 但是可别小看这区区1% 因为换算之后 每年的总损失就高达大约190亿令吉 根据新海峡时报封面报道 首相Nadusi Anwar 昨天在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说 寻租行为早已经渗透各方面 从采购 许可 发放准证到配额和津贴等 都无一幸免 因此经济部和总检察署将连同各个单位 拟定法律和政策以打击寻租文化 有关建议随后会提成到内阁 此外经济学家也建议政府 务必要开放市场并提高透明度 让一切回到以能力作为竞争的基础 学者们认为唯有确保有能者居知 才能够彻底的杜绝寻租文化 连同对服务品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再来我们关注呢 也是一样有关经济的一个课题 固定条件对我国雇主来说是个头痛的问题 也是历届政府的烫手山域 南宁商报的报道就指出 经济部长拉斐兹表明 政府草迷中的渐进式薪资模式 可能会纳入强制常年加薪 这项最不受雇主欢迎的改革措施 拉斐兹解释 渐进式薪资并非意味每一年 逐步加薪而已 更必须按公司的经济 承诺一定水平的年度增长 确保从最高到最初级的雇员都获得调薪 部长直言 这头房里没人愿意面对的大象 相信会引起雇主强烈反弹 与此同时 贸工部副部长刘震东也认同 国人普遍认为 全职工作收入低 宁愿从事更有弹性的送餐员 或者是电照车司机 但是如此一来 五国经济将无法增值 因此企业必须拥抱创新科技 摆脱对非熟练劳力的依赖 促进经济增长之余 也有能力支付更优务的薪资 那刘震东指出 贸工部在下个月推介的 2030年新工业蓝图 其中一项愿景就是技术提升 让工业朝向全自动的迈进 那接着呢 大家应该有看注意到呢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 与热同期的季节 所以我们当然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天气预报 那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呢 早上是天气清朗的 半岛只有一些周数局部有雨 但是进入中午之后 各地都会有雷雨 那出门请记得带伞 半岛地区除了马六甲之外 其他周数一律有局部雷雨 吉兰丹 登加楼和彭亨的雨势 会持续到晚上 在东马方面 沙巴的陡湖 山达根和古达等地有雨 沙月则是西连 斯里安曼和湿屋等11个县市下起的雨 到了晚间 北马冰城到中马的雪龙和森州 还有南部的马六甲以及柔佛 将会停雨放晴 沙拉越州同样夜空晴朗 只有沙巴的五个内陆和沿岸地区会降雨 全天候最高的气温摄氏35度 最低温25度 stret着 滙滙 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